站住 站住 让你吃饭不给钱 让你吃饭 住手 住手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打他 他吃饭不给钱 是这样吗大叔 他欠你们多少钱 我替给 一碗面 二十 拿来吧你 下次给我住一点 我们走 谢谢你小姑娘 这钱我一定要还你的 没事大叔 就当我请你了 毕竟我赚钱比你容易 大叔 我才有几百块钱 你拿着去美身向阳的衣服 赶快回家吧 不行 这钱我不能用 大叔 你就拿着吧 谢谢 谢谢 喂 爸 闺女 你给爸打的钱 爸已经收到了 收到就好 收到就好 我妈的医药费啊 您别担心 我现在在大公司上班呢 工资很高 医药费 我很快就凑齐了 行 闺女 你可不要太累了 你吃饭了吗 吃过了 我和同事一起吃的 吃的炒菜 米饭 吃的可好呢 爸 先不跟您说了 我先挂了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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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二 二 二 最不好的时候陪着我 谢谢你 给了我勇气 小姑娘 帮我把这些菜都包起来吧 好好好 大哥啊一共二十八 你给二十五就行了 好 给我又走了 这不合适吧 小姑娘 你就拿着吧 你刚才的举度 我看到了 你的善良 我为你买单 对了 我那还有一些吃的 你就拿着吧 不不不 拿着吧 毕竟我赚钱 比你容易 谢谢你 再苦从不言语 愿我多么多么希望 会问的谁 永不会流去 知道你 师傅我求求你 帮我找下你们郭经理 跟你说多少次了 郭经理不在 赶紧走 小伙子我求求你 你帮个忙吧 快走 赶紧走 这是怎么回事呀 任总 他都来这一天了 来找郭经理 可是郭经理今天请假 不在公司 老板 你帮帮忙吧 你帮帮忙吧 大叔 你找郭经理是有什么散吗 老板是这样的 郭经理缺我一年的工资 都没给我 我女儿现在还在医院 做手术 等着用钱呢 我也联系不了她 实在是没有办法 老板 你帮帮忙吧 我求求你了 大叔 你别着急 走 跟我办公司说吧 哎 亲爱的 我们还想买一块手表 给你买 今天呀 是你的生日 不差钱 走 喂 任总啊 喂 郭经理 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可是 我不在公司啊 我在外面 考察市场呢 我只给你半小时的时间 如果你来不了 以后就不要来了 喂 任总 喂 任总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郭经理 你看看这位大叔 你知道什么 哎 王满意 你怎么在这啊 郭经理 我求求你了 请你把自己的工资给我结了吧 我不就欠你一年的工资吗 你这一跑来公司跟我闹吗 郭经理 我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呢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呢 行了行了 你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郭经理 你够了 每一期的工程款 我可是按时给你结的 你为什么要拖欠农民国的工资 任总 就这么点小事 您就别管了 这是小事吗 我也是从农民国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你知道他们赚钱有多么不容易吗 他们上有父母 善要之恩 下有子女 抚养之者 你知道你拖欠的是他们的工资吗 是他们的血汗姐 我告诉你 做人丢什么不能丢良心 往什么都不能往善良 你现在立刻马上 把拖欠农民国的工资 全部给我结清 要不然只有一个结果 我把你送进去 好的任总 我现在去 我马上去 大叔 我咱有点陷阱 你赶快拿着去医院 把女儿的手术费交了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对了 大叔 至于郭姐里托欠你的工资 晚一点会打到你的账户里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太谢谢你了 大叔 赶快去吧 二弟 老板 老板 您不能进 请 老板 二弟 古总 不好意思 人我没拦住 你先下去吧 哎 好的 大哥 你怎么过来了 二弟 你到现在还瞒着我 大哥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 给我拿点钱呗 快点 我有急用 大哥 我 怎么 给你亲哥拿点钱都不愿意呀 大哥 我们公司确实 停 弟妹 你先不用说话 二弟 我就问你 今天这个钱 你到底贱不贱 改句痛快话 大哥 你说吧 要多少 也不多 就五十万 大哥 你知道我们公司 现在什么情况吗 你拽我干嘛 你张嘴就是五十万 大哥 我们公司呀 最近也遇到点难处 五十万 肯定是拿不出来 你看这样行吧 我给你拿五万 你先应急 五万 我问你拿五十万 你给我五万 你把我倒臭药饭子了 你现在公司做大了 怎么 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大哥我 这个包 是去年我过生日 你送我的 现在还给你 咱俩互不相欠 今天来呢 我就是告诉你 以后 你是你 我是我 精髓不犯喝水 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好大哥 我看以后 也不用联系了 二弟 今天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你的公司 使我做得不好 请你原谅我 不过 话又说回来 我可是你的亲哥呀 是你的家人呀 你的公司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问你 你自己还能考得住吗 二弟 我这张卡里有两百万 是我把房子卖了的钱 密码是你的生物 这些钱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如果不够的话 记得就给我打电话 哥来帮你想办法 此时已饮飞草 尘埃的人生在路上 我只踏风雨 渐成途径日暮无伤 咱们 咱们